在日前传出来说有一位前可口可乐公司的员工 他怎么样呢 他涉嫌偷窃公司的机密 然后把他卖给中国大陆的公司 然后这一项机密价值37亿台币这样的规模 所以就变成说这个事情当然引发很高度的关注 那所以很多人跟美人姐第一时间反应一样 他偷的是不是配方 我告诉你是配方 但是不是可乐的配方 它是那种包装铝罐里面内层涂料的配方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知道内层的涂料 过去常常会有含有双分A这个成分 但是双分A这个成分 因为我们知道可乐可以洗大肠的嘛 它的洗净力很强 所以它那个内层的涂料一定要能够很耐用 对不对 然后那个内层涂料我们刚刚讲双分A的成分 是有可能有致癌的嘛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食品大肠的话 你一定希望开发出来一个内层涂料 是不含双分A的 所以这一项技术 就是让内层涂料不含双分A 所以光是涂料就37亿 对光是这个涂料的配方的价值 就高达37亿 然后这一位叫做尤小荣的工程师 本来是在哪里呢 本来是在可口可乐公司任职 后来他跳槽到另外一家公司去 然后共同点是 这几家公司联合拥有一项专利 就是在研究让内层涂料不含双分A 但是这位尤小荣工程师怎么样呢 他想离职 想离职呢 他的脑筋动到哪里去呢 他当时刚好跟山东的金鸿集团 这家公司两个连上线 那山东金鸿集团这边 有人就跟他联络说 不然这样子啦 你这个技术呢 就拿到我们中国来成立一家公司 成立一家公司之后呢 就授权给我们金鸿集团 那这样子你想想看 一方面你来了之后 我们帮你申请国家的千人计划 那你就有什么 你就可以拿到现成的补助啦 第二个 你是千人计划里面的知名研究学者 第三个 成立新的公司 你是不是有股权 那光分红拿着 你下半辈子就不用愁啦 所以光是靠这一点 就吸引这位尤小荣怎么样呢 2017年的时候呢 他就把东西开始陆续的 要交付到那边去 然后呢 他的资料也真的通过千人计划 相关机关的审查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因为他用的是最传统的方式 就是在拍这些机密 什么叫最传统的方式 电脑萤幕 如果我直接用print 列印萤幕的话 现在公司很好抓 所以他怎么做 拍照 拍照了之后 他觉得我拍完照片传过去就OK 但是你在拍照的时候呢 你也被拍 什么东西拍你 监视器啊 拍下来刚好就直接传上去 人家刚好逮个正早啊